永长流 生命艳势 慈悲奏就 生命之美 接下来请收看 中华德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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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婆婆 您慢走 爹 爹 您歇着 我来吧 瘦儿回来了 女儿在家惦记你们 老辣不中用咯 这腿什么时候能好 您老别着急了 一会儿我给您换药 过几天就会好起来的 您看 腿上的窗没好 就下地干活 还肿着呢 像您这样啊 应该少动静养 怎么还亲自照料哥哥呀 也不能老指着你来回的跑来照顾我们俩呀 我看还是再请个仆人照顾你们俩吧 有请仆人的钱又可以整计好几个灾民了 您什么时候为自己想过 我们的日子过得有饭吃 有衣串就足够了 哪个是朱环 老夫就是 有人举报你资助别人造反 不能就这么带走父亲 你们得给我们个说法 说法 再来一起抓走 你们就行行好 把我父亲的药膏带上吧 谁给你带上药膏 夹给你搬去得了 我父亲腿上窗戒为好 求求你们 就让他带着药膏吧 看在他老人家 这么大年纪的份上 命都要没了 创戒算什么 回去吧 想办法救你父亲 我父亲一定是被诬陷的 我要为父亲深怨 我也相信你父亲是清白的 这些年他相礼相亲的 绑住了不少人 但你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家 又有何办法呢 何况你哥哥又这样 哥哥 你这是要干什么 身为长子 却不能亲自为父深冤 我还有什么用呢 还有我呢 你已经是别人家的媳妇 是事关人命 怎么和婆家交代的 娘 您怎么来了 我本来要找好婆 借个绣瓜样子 刚好啊 看见官府张贴的告示 说朱桓因出钱资助 杨振笼造反 犯了死罪 求后问斩 朱寿啊 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都已经贴了告示了 是啊 朱寿 这么大的罪名 我们是不是也会受到牵连 我父亲何罪之有 朕记得都是本乡那些穷苦人 连杨振笼的模样都没见过 何谈资助 定是有人陷害 我要为父亲申冤 若朱桓真按资助造反论罪 会朱连九族 你们婆家也不会幸免 我看这冤屈一定得申 我一定要为父亲申冤 我找官府去问个明白 回去吧 你父亲的案子已经结了 请你们让我见见法曹大人 我确实有冤情要申 民女见过大人 起来吧 你有何要申的 你父亲平时的为人 但我也无能为力 因为证人一口咬定 你父亲资助叛长 除非你有更有力的证据 证明你父亲的清白 证人是谁 证人就是你们家以前的那个仆人 甲全 他现在在哪儿 我要和他对峙 这人举报以后就不见了 官府也一直没有找到 我一定要找到他 我们也在搜寻他 我也不希望冤枉一个好人 那我父亲还有时间争取翻案吗 只要甲全的证词是假的 但前提是你得找到他 除非他不在这个世上 不然我就是翻 也要把他翻出来 嗯 你回去吧 可我父亲 念你父亲平时的为人 和你的孝心份上 你可以到牢里去探望父亲 啊 谢谢冯大人 爹 爹 您吃饭 我来给您换药 哦 以后要多关照朱桓 是 朱桓有这样孝顺的好女儿 真是福气啊 哥哥 你也要多吃点 我吃不吃还能怎么样呢 父亲屠生了我这么个儿子 没有用嘛 你不能这样 作为一个男人 首先 你一直要坚定 只有一直坚定了 内心才能强大起来 这样 你的病自然就会好起来 我还指望哥哥和我一起并肩作战呢 我去给爹爹送饭 你在家好好照顾自己 去吧 路上小心 知道了 来 您老人家喝点药酒活活血 我相信啊 过不了几天 您就可以慢慢地走路了 爹 您这是 你哥哥朱元在病中 没法为我的冤案奔走 我怕我这是在过最后的日子了 我要替父亲身冤的 你女子又能如何 照顾好你哥哥就是对我尽孝了 从前有个叫提营的女孩 她能为被冤枉的父亲沉冤昭雪 轻视流明 我也是女儿 我难道就做不到吗 哎 就我这罪名要想方案谈何容易 您知道诬告您的人是谁吗 谁 诬告您的就是我们家的恶仆 贾全 贾全 就是她 但是我们一直待她不保啊 哎 你不知道 有件事我为了她 也隐瞒了很久了 爹 您快说 她定是那次 私吞挥霍了我大部分阵际灾民的钱 受到惩罚和辞退 所以怀恨在心 举报陷害我 这么大的事我们怎么不知道 我也没有声张 担心她在外混不到吃的 可惜了我对她的一片怜悯之心哪 她居然恩将仇报 哎 事实变化莫测 人心不古啊 父亲 一愿报得的事不在少数 我们也不能总就在这件事上耿耿于怀 眼下只能想办法先救您出去 什么办法 就从仆人入手 爹爹 离您老昭雪的日子不远了 爹 您快吃 别把身体熬垮了 您的外孙们呀 还等着您回家 叫他们读书认字呢 包子 饿腾腾的包子 鸭头 看样子是走累了 还没吃饭吧 快 饺子 趁热吃了 屋里还有 给你哥哥和你爹流浪 怎么 还没你家仆人的线索 我都找遍了 他可能出现的地方 别说人 连个影子都没有 他不是有个老屋吗 我怎么把这茬忘了 我这就去 你吃了饭再去呀 回来再吃 爹爹 明儿 怕是要让您老失望了 大人 您知道我夫妻是无罪的 不过是被恶仆陷害 假如事情不能深渊昭雪 我们一家老老小小 都要做地下的冤枉鬼了 这么大的案件 其实你这样一个小女子 说翻案就翻案的 我请说大人 您是一个贤命的长官 所以才赶来送冤 请他人 无论如何要澄清事实 救我一家老小啊 你无任何凭据 证明你父亲的清白 本官也无能为力 过几日就要问斩了 回去吧 回去给你的父亲 料理一下后事 大人 丫头 快 婆婆 您慢点说 有人在山上 见到你家仆人了 真的吗 真的 来人说 真真切切看见的 就是她 我这就去找她 你这孩子为了你的父亲不要命了 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 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 你这个家就彻底散了 事情怎么样了 甲全找到了吗 你倒是说句话呀 别问了 吃药吧 你不说 我就不喝 你哥哥朱元在病中 没法为我的冤案奔走 我怕我这事再过最后的日子了 从前有个叫提吟的女孩 她能为被冤枉的父亲沉渊昭雪 轻视流明 我也是女儿 我难道就做不到吗 去去去去 别敲了 你眼看三日后就要问斩 大人 你再敲也没用了 这个匠人 我拿走舞锤 我看你拿什么敲 大人 门外诸寿击鼓鸣 头都击破了 让诸寿到大堂来说话 是 大人 父亲确有冤屈 如果真要获罪 民女愿大夫受死 主寿啊 你没证据 我也没办法证明你父亲的清白 大人 以我一人之力 确实无法替父亲昭雪了 就请大人帮帮我们出家吧 好 本官想想办法 贴出告示 对凡事和造反者有一毫关系的人 一律从严成办 对揭发者论功行赏 对已经揭发者 限三日内到官府去领赏 过期不待 是 这都第三天了 我看啊 不会有人来领赏了 我们收拾了告示 回去交差得了 我看未必 中奖之下必有勇夫 得了吧 眼看都日上三竿了 过了晌午 这告示就要撕下去了 这个时候都没有人来 我看哪 这朱环怕是要寒冤驱死咯 再等等吧 不会有人看着这么多的银两 你看有人来了 我说这位 你知道撕了告示的罪名是什么吗 不就是揭发得奖吗 你要揭发谁 朱环 佳全 你举报的确实属实 大人千真万确 来呀 在 赏他文银百两 是大人 慢着 你看这是谁 老爷 你还认我这个老爷 我 佳全 你就跟我说说 你这个仆人怎么诬陷救主的 我 我没有诬陷 你还狡辩 我真没狡辩 老爷他 不 是祝还他 确实处自资助杨振龙造反 你说谎 你明知道我父亲资助的 都是些穷库百姓 况且那个杨振龙 我们见都没见过 我明明看见老爷 晚上拿出银两 偷偷地塞给一些人 假全哪 假全 那天晚上拿出的银两 分明就是给你的安家费 我怕外人知道你被辞退 将来没饭吃 才想到的权宜之策 你不仅不敢去 还恩将仇报 你 你这恶人 来呀 在 报仗三百 是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啊 大人 大人 手下留情 诸寿 你为何替他求情 大人 这样打下去 不到一百 人便会暴毙 如此 父亲的冤屈 便无从昭雪了 况他虽然诬告 但罪不至死 你还记得 这个伤疤吗 当年你被蛇咬 是我父亲不顾危险 用嘴吸进毒液 保住你的性命 这些难道你都忘了吗 我 你为何后来就不顾念主人一片善心 而剑才起心 说 你又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呢 你明明跟我们说过你父亲临终前说的话 这些难道你也忘记了吗 儿啊 主人家带咱家不薄啊 而且老爷还冒险救了你的性命 这些都恩重如山啊 你一定要抱主人这份情啊 记住了 父亲 您老就放心吧 老爷 我对不起您 我不是人 你知道反悔了 大人 小的已经知错了 我情愿服法 替老爷一家洗清罪名 还他一身清白 只怪当初我心胸狭窄 几何老爷赶我出门 不再反悔了 不反悔了 老爷 您对我家几代有恩 我还以怨报德 我不求您原谅 但一定要为您洗清罪名 我犯下的罪我来承担 好 既然真相大白 本官宣布 朱桓无罪释放 谢大人 朱寿效法古女提迎 以过人的胆识 舍身旧父 不仅替朱家 平定了灾祸 同时为后人 留下笑形的楷模 千古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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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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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千古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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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感谢观看 驻足回首人生的历程 学业 家庭 事业 当人生 拥有了一切 开始思索人生的意义与来去 向往与追寻心灵层次提升 新的起点从祝福与改变开始 人生的风景将赋予升华的色彩 静土院 静土院水陆法会的祝福 大圣经典法义的学习 不仅实践布施的菩提行 也充实内在自我的涵养 对于我们生命中的 对于我们生命中的人 世 物 过往清卷 朋友 伴侣 在静土院水陆法会的助导下 我们给予清卷 无尽的祝福 与怀念 成就彼此 并迈向和善的生命状态 除给予祖先与过往亲朋祝福 更为六道受苦众生 祈求平安福善 以一丝纯净念想 带来清凉法语 成就无上不失功德与善报 静土院静邀您 一同参与水度法会 同为父母师长请卷 生命中的朋友伴侣 乃至十方法界众生祈福 一位病毒肆虐的地球 祈福祝导 愿大家一同参与盛会 一同成就圆满的人生 华言专中学院研究所 及推广部早晨中 还有兴趣学习华言的振兴者 欢迎报名 报名申请入学资格 一大学部正修生高中以上 二研究所正修生 大专含同等学历 或佛学院高级部毕业者 台籍外籍学生 及大陆法师监收 县女众五十岁以下 正姓佛教徒 报名方式 上网下载报名表 请务必著名姓名地址电话 并以Word及PDF档案格式 寄至email形象 或电卡教务处 02-2341-4760 02-2341-4760 推广部 02-2321-3319 02-2321-3319 地址台北市中正区 济南路二段44号 地乡清静光达满达达 大师都从而无量处赞报 一切入妙高莫逆局 我这上师三宝愿安处 我这一脚尖列满达达 海洋的曲弓尽港为宝殿 四十名言为心词所策 尽去明日月结报是天家 一股山盖几月霜凡鱼 月宝庄深求楼革命宫殿 四中云的名画扑篇布 我佛险上师三宝不成等 我愿迟是被那所深欢喜 也从我爱见莫是安眉 皆相识主俗求皆如意 也皆未来皆相无间断 我佛险上师三宝不成等 我佛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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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